畫面中是國民黨屏東縣前議員王景山 和兒子跟莊姓合夥人 共同開設的廚餘堆肥回收公司 居民受不了惡臭 自學空拍檢舉 王景山被指控合法掩護非法 把廚餘亂倒在屏東長治等地 最高法院最新判決駁回上訴 王景山維持二審判決一年十個月 全案定言 判決定言後 王景山臉書喊冤 愈加之罪 後悔有期 他被查出從二零二一年十一月起 到隔年的一月 短短三個月 亂倒近三百車次未經處理過的廚餘 一審判決一年四個月可緩刑 二審法院認為農地未恢復原狀 改判一年十個月不得緩刑 王景山上訴 最高法院維持二審判決 駁回上訴 全案定言 判決確定議員職務也被解除 因為不是違反選罷法 這些議員不地補 第二選區缺而未達二分之一 也不用補選 王景山過去爭議不斷 二零一二年曾在議事廳 和其他議員互丟水杯 二零一年涉嫌恐嚇檢舉人 現在判刑定言 服務處 雖然還正常運作 但他卻丟了議員職權 準備入肩服刑 三水人 朱俊傑 股部先生 屏東報導